因為在網上看到開倉的緣故 我就去了這間位於荃灣的美術用品店 趁它因為還沒結束 就想跟大家快快去分享一下 所以我一去完回來就馬上剪這條片了 一去到這間店 就給它這個眼前的夢顏色色架吸引 然後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全球限量100套的木顏色套組 它有422支 只看這個裝置已經覺得超級自愈可以來打卡 還有一個打卡 就是裡面有兩隻貓店長 一隻叫咖啡 一隻叫奶茶 我們來到的時候 它就馬上出來歡迎我們 而且還是淫摩不生氣的 好了,玩完一輪貓之後 我們就終於記起我們來這裡的目的了 香港賣美術用品的地方 其實不算很多 這間店已經比我想像中大了 而且他們最主要就是代理 Caren Dash 瑞士卡達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出的所有東西都是非常高質的 我跟我朋友 本身都不是對木顏色有太多的研究 之後店員就跟我們說 其實這裡這些不是全部都是木顏色來的 他們有一些其實是一些枝莊的水彩芯 有一些是枝莊的粉彩 當然也有一些很專業的木顏色 連油粉彩、乾粉彩 他們的顏色都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這裡的店員會很悉心地解釋給你知 每種顏料他們很仔細的分別 而且最神奇的是這裡有一張桌子給你任試 不用這樣剷 可以有多一點 可以重疊一下顏色 這個是用來吸水的 如果你怕太多水 它是不是發開了 沒有了那些木顏色 現在試一下 如果這個會有 你看這個力度 這個會有一點 因為它會比較硬 會有一點 如果你說我不要有筆痕的話 很簡單 你買這個調色板 這邊是磨砂面的 那你先在磨砂面上色 即將筆 即是再油上來 對 滑在那裡 繼續當去 這樣油 沒錯 再油上去 咦?真的很軟 同一個顏色來的嗎 同一個顏色來的 蛤? FREE 因為剛才你拿得太少 拿得太少 太張就 所以只叫你不要省 大家在影片裡都聽到我有多驚訝 除了每一支很相似的木顏色 原來都是不同的之外 就是原來這些水用木顏色 可以畫到調色板上 然後再加水 好像水彩一樣用的 可能我拍得不夠好 其實這張桌子超大 上面有很多顏料 水彩 Grash 辣筆 粉彩 什麼都有 試完水用木顏色之後 店員就讓我們試了另一件東西 好 這個是水用木顏色不夠米 給你試買水彩芯 水彩芯 這是水性之王 這個好像很新鮮 好燙喔 嗯 我給你試 你找這個顏色給你試 但是這個不同顏色 不同顏色 差不多 它都是 這個 軟一點嗎 怎樣選 這個軟一點 再容易出一點 大盒一點 水彩芯 這真的是水彩 沒錯 你沒聽錯 這一支 其實真的是水彩 裡面就是水彩的辨紋 湊合在一個 好像木顏色那樣的筆芯裡面 它一遇水就會化開 跟水彩一樣 而展性也是比較好的 三顆星 通常都是兩至三顆星 它這些是內光性 不會受到陽光影響而變的顏色 你看到這些是五顆星的 所以它的內光性是非常之好 而且它有經過內光性的三次角色 你的介紹很專業 那也是要熟識了解那個 這樣才可以多點分享 因為我想說 畫畫是開心的 好感受到這個店員 是真的非常喜歡畫畫的 而且它真的完全無私地 去跟我們分享 所有它覺得很棒的東西 之後這個店員 就畫了一些東西給我們看 它很快地幾筆幾筆 起初我也不知道它在畫什麼 但慢慢就看得出 原來它在畫竹 看到那些顏色其實混和得很好 而且皮膚都很出色 然後它還說這個水溶的垃圾 其實是可以用來做 好像FacePaint的用途 當然這些顏色其實都不便宜 在這間店裡 都有其他的東西賣 例如是鋼筆 香港為主題設計的原子筆 還有一些其他牌子的顏料 畫紙和畫具等等 雖然這裡的店員很熱情地介紹 但是你是絕對不會覺得有壓力的 我留意到上來這裡買東西的客人 其實全部都好像是熟客 他們已經很自訂 知道自己要找些什麼 想買些什麼 它這次這個開倉 所有的東西都有百五折 如果買滿1000元做了會員的話 還有一些貨品還有七五折 還有一個加10元就可以換購的水溶垃圾 真的一定要換 無論買不買多東西都好 我覺得這次真的學到很多關於顏色的知識 而且也開闊了我對不同的畫材的一些理解 我自己也買了少許東西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 包括分享給朋友 Follow我的頻道和IG 另外我在12月和1月都會有工作坊 長城也可以在IG看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